而最近天气比较潮湿 可能很多人会使用干衣机 也要小心 这是有民众投诉 放置在晒衣间的干衣机 突然起火燃烧 差一点点就把家给烧了 损失有30多万 一桩桩的照片 记录今年8月 火灾发生当时 顶楼晒衣阳台惨遭助揉 洗衣机和干衣机被大火烧毁 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熏黑的 这个用手去摸的话 那个整片都摸 一家人幸运逃过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火事 手中这份火场鉴定报告 起火地点是干衣机周围 起火原因是电气设备 指向疑似旧式干衣机惹的火 干衣机的那条电线是烧最干净的 完全没有任何塑胶残留 买了四年的干衣机 使用上一直没出问题 怎么会一把火烧毁 损失30多万 屋主气得向知名品牌 干衣机的生产业者要求赔偿 却因为回损的机具 在火场清理时 回收处理丢掉了 业者没办法查明原因 怎么谈和解金额 一赔金额 我们请合理公司在核算 没有凭证 那烧掉的东西要有什么凭证 屋主把起火原因指向干衣机 但却把一次出问题的机具给丢了 责任归属无法理清 赔偿金额自然达不到共识 但看着被熏黑的墙壁 屋主无奈 只希望在新的年头来临前 把麻烦事赶快解决 不过来